初诗未结身先死 尝使英雄类满金 一首诗 能够流传千年到今天还畅销不衰 无辈只有膜拜的份啊 其实这两句诗也不是诸葛孔明的专利 北宋抗金名将 月五目的恩公宗泽宗老将军 最后也是背因着此诗 又大呼赌合 赌合 赌合 怀着悲愤的心情刻然与世长辞 但若提到三国的过劳死 首推之人却离不开诸葛孔明 孔明事无巨细 习亲自处理 按照司马仲达探听到的情报 诸葛公肃心业美 法二十以上 皆亲揽烟 所诞使不知数声 宣王约 亮将死矣 我司马宣王完不过你诸葛孔明 但是我可以耗死你啊 宣王明之也 正所谓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丞相主宝杨勇 就看出问题不太对 曾经直见孔明 丙吉不问横尸而又扭喘 陈平不肯对前谷 云自由主者 彼成达污位分之体也 既明功未至 亲自笑不输 留汉近日 不亦劳呼 亮谢之 陈平大家很熟了 丙吉是汉朝的丞相 有一次到明里探查 与上谷或在泄斗 死伤横尘 丙吉看都不看 向前走去 突然看到一头牛在喘气 他却非常关心 随行的官员看不下去了 认为他众牛亲人 分不清事情的轻重 丙吉却告诉他们 谢斗的事 交给派出所去管就可以了 小事情 牛不正常的喘气 涉及到天气不正常 天气不正常 可能影响到全国百姓 这才是丞相该管的事情 杨勇想通过比喻来劝谏孔明 要大事小事都抓着 两谢之 孔明是同意他的观点 但是仍然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诸葛一身为谨慎 屡端大事不糊涂 孔明估计也有享受权的时候 否则 也就不会同意杨勇的批评 魏妍有一些本事 却比较喜欢显摆 有时没事就叫嚣 我能怎样怎样 孔明于是想授权亲信马又长 然而 皆挺之意 他一向比较信任的马又长 竟然也为亮意图 直上谈兵 本来就谨慎的孔明 肯定说得更紧 他身负刘备脱过重任 在西南异于对抗中原魏国 又得防着东边的吴国 自然神经崩得非常非常的紧 有人说 人生如戏 我要说 人生如戏不错 可惜的是 没有彩牌 不能重来 如果想不被恩 只能全心全意地投入 这应该就是孔明为什么会忧劳到 所带是不过树生的缘由吧 在北风呼呼的大营中 又有大事小事牵绊着 胃口自然不好 如果坐在宽敞的大殿内 看着美女跳舞 胃口又岂能不好 但其实 三国里 聚光尽瘁 而过老死的不只是孔明一人啊 和以下诸人相比 孔明的寿命还在中游了 曹威那边的国家 三十八岁 国家号称曹阿满 帐下第一谋士 曹阿满没了谋士细致才后 一直欲欲寡欢 寻欲引进了国家 两人是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从此国家就成为曹阿满的幕僚 频频出击 献上时胜时败论 大掌曹阿满的信心 当然 按魏书描述 此人一席话 也算是救了刘大尔一命 又精准地预言了孙策 将死于匹夫之手 又欠曹阿满坐山观狗斗 再欠曹阿满飘过刘表 力主曹阿满远征三郡乌丸 千里行军 一站坡踏顿 走上西 国家自柳城海 极度 这一站太累了 不但要频频算计 还要和险恶的地理条件搏斗 时寒且汉 二百里无腹水 军有乏食 沙马数千匹以为粮 凿递入三十余丈奶的水 曹阿满最后还重赏了 劝他不要远征的人 约 孤前行 成威以教兴 虽得知 天所佐也 故不可以为常 诸君之见 万安之计 事已相上 后五难言之 曹阿满短小警感 面世保住了 可怜的郭凤孝 智商虽高 身体不行 过于疲劳 那时一病不起 最后终于回天乏术 郭家加入曹阿满阵营 正当曹阿满争霸中原之时 那时一刻也没得歇 天天跟在曹阿满身边 打吕布 算刘备 周孙策 罚刘表 斗袁绍 争三郡 这样的生活实在太累了 身体素质好的 都已经快崩溃了 何况文弱书生 最终 郭家没能顶到赤笔之战 曹阿满被周公 锦一把火烧的灰头土脸后 大哭啊 郭凤孝在 不始孤至此 该 谁让你把人当机器用了 远征三卷石 没必要带着郭凤孝 郭凤孝是活活被曹阿满给累死的 典型的过老死 东吴那边的周瑜 36岁 江东小声周公锦 帅哥中的帅哥 帅哥中的战斗机 号称江东第一美男 周公锦的前半生 活得还是非常的潇洒 有显赫的家世背景 自己有 长壮有姿貌 有精通音乐 什么曲有物 周郎固 这样的男人 那狂风浪蝶 还不一直排到了 卢江的城门口 宫下完后 又和孙策分享了 大小乔姐妹话 在一个乱世中 一个男人 却活得这样的有滋有味 要钱有钱 要钱有钱 要名有名 要美女有美女 夫妇何求 可是 曹阿满却破坏了 周公锦神仙般的生活 把周公锦硬生生地 拖入了过老死的生活节奏中 东风不与周郎辩 童雀春深锁二桥 据说 诸葛孔明曾用 童雀二桥之事 姬周瑜铁了心的抗曹 但立刻有反对者指出 童雀台在赤笔之展 两年后才建起 其实不要纠结童雀台 到底建成于何时 如果孙权俯首称臣 将东纳娇艳的姐妹花 而且都以为人父 会不会正对了曹阿满的胃口 低动目是投了赞成票的 我看周公锦心里也有数 有时候 娶了一个貌美如花的老婆 男人的压力也很大啊 所以 当时 江东 就属他和鲁肃最强烈的反对 义和 义和虽然比较屈辱 然而 抵抗却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 当时的曹阿满 已经近乎天下无敌的暴走状态 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要在极短的时间内 联合刘大尔 调动东吴的抗曹势力 统筹军用物资 还要激励士气 严禁投降主义蔓延 还要了解敌情 掌握曹军的进军动向 这样的工作强度 一天24小时的时间 怕都不够用 然而 周公锦为了保卫东吴 保卫老婆 毅然挑起了重任 最终击溃了曹阿满 谭孝坚 强鲁灰飞烟灭 三国周郎 立下了不适之功 趁胜追击 本来也是用兵之道 只是 周瑜没有注意到 其实自己的体力 已经出现透支情况 体力透支就容易受伤 因此 在南郡之战中 他以一军主帅 竟然被剑射伤 创肾 伤得挺重 本来 伤得重就应该好好休息 然而 周瑜此时已经进入 工作狂人状态 人受伤了 思维仍在急速地运转 又想出一个软禁刘大尔 由他指挥关羽和张飞 随自己四处攻占的奇招 然而 碧眼儿没有同意 周恭敬 好好休息啊 关羽张飞和许人也 曹阿满几乎把心 都掏出来给关羽了 也没能使唤的了他 你打了一个吃笔之战 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 难怪碧眼儿不会同意 这就是个完全的囚主意 异想天开 然而 周瑜还是不好好休息 又策划以江陵为基地 进去川中的红尾蓝图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 可是 结果 这个庞大的计划 直接要了他的命 所以 正是一个男人人生事业的巅峰期 周恭敬却因为过老死 如此这般的黯然凋谢 怎么不令人惋惜 蜀汉这边的法正 44岁 法正的前半生是比较的不顺的 在刘章手下 欲于不得知 他生命的闪光点 在刘备入川之时 生命如鲜花绽放 却是在汉中之意中 然而 同时 生命之花枯萎凋谢 也正在汉中之意后 汉中之意 是刘备能否在川中里 闻脚跟的一场关键战役 曹安瞒虽然记得龙 没有父望数 但是 他还是在汉中留下大量兵马 主将夏侯渊 张和 都是曹魏名将 虽然张和在巴西惨败给张三爷 但是 夏侯渊的主力魏军仍在 因此 汉中之意打敌很胶着 刘备和法正甚至亲临亲县 在史夏如雨的情况下和魏军交战 后方的诸葛孔明 为了保障前线足兵足食 用杨红夸张的话说 已经到了男子当战 女子当运的地步 可以想象 身在前线的法孝指 每天要24小时开足马力 分分秒秒分析敌矿敌情 每时每刻策划行军不振 长时间的体力透支 脑力透支 可不是靠战后的修气 可以完全复原的 汉中之意后 法正过世了 连身体棒吃饭香的老将黄忠也过世了 这不能说不是过老死啊 想干大事的人不但要有顶呱呱的脑袋 还要有顶呱呱的身体 像曹阿满和刘大尔几乎没什么休息 身体照样不错 真不是普通的人可以比的 而这一点上 刘大尔似乎更胜曹阿满 曹阿满还常常犯头疼病 犯病时 把华佗都给杀了 刘大尔一生颠沛琉璃 除了在荆州有些了片刻 几乎都在四处转战中 可是人家那身体好像跟铁打滴似的 没生过什么病 在荆州吃得不错的时候 还埋怨自己 怎么长胖啊 要不是一灵之战 竖得太惨 对刘大尔打击太大 估计刘大尔纳铁一样的身体 活到七十没问题 当今社会的竞争更加激烈 想出人头地 妄图做出一番大成就的朋友们注意了 好好地做一次全方位的体检 不但要减自己的身体素质 还要减自己的精神毅力 到底能不能长久地抗衡着繁重的劳累 频频地思量 分秒地算计 这个非常重要 不然机关算尽太聪明 犯悟了轻轻性命 就太不值得了 或者 年轻时用命赚钱 年老时用钱保命 这好像也不太划算吧 如果可能 不妨学学庄周 也伪于途中 自得其乐 不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 当然 意味途中也许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 那么 有之于干出一番大事业的朋友们 更要注意劳逸结合 千万不能十年如一日地拼命工作 那绝对是一个误区 一个可能致命的误区 因为 历史上像刘大尔这样的工作狂人 身体还能不出大毛病的 毕竟是少数 七只可数啊 凤芒麟角啊